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還要帶各位看這場不列顛對帕西米亞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經典的 因為帕西米亞算是一個康可攻進守文明的一個文明 那不列顛的話他就是大野人實在也蠻熟悉的吧 算是長工兵的文明 射程很遠,但射速卻不快的一個工兵國 所以這兩文明相中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蠻有趣的,所以這場我就稍微看一下 但結果我不太知道,因為我沒有把整個RP全部看完 我只有稍微看前面一下而已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那帕西米亞的話是在2點鐘方向 那不列顛這邊的話是在7或8點鐘方向 那兩邊的位置都是相對距離喔,其實還蠻遠的 應該有機會打到大後期 嗯,帕西米亞這個文明為什麼是Counter弓箭守文明呢 是因為他的寶兵 算是很強的一個Counter弓兵的一個文明 他是胡斯派戰車,然後他的被面受到的炮彈傷會降低50% 那適用攻擊於弓兵,那不太適合攻擊工程器 那他基本攻擊就有10系,但他攻擊速度超慢 然後射程只有6,然後射程也是射程只有6 但他升級精銳之後顯示250D 那他是10的遠方 那為什麼胡斯派戰車會比較難打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工程器單位 所以你用真理去招響他 是沒辦法招響 你要近距離才能把他招到 我印象中所有工程器都是這樣子 但我不確定胡斯派戰車是不是也是要到近距離才可以招響 他還有另外一個counter工兵的原因是因為他有榴彈炮可以升級 那我們一般都是只有這個火炮 他升級成為榴彈炮之後傷害又更高了一點 所以這邊打工兵國家是非常非常counter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好像位置都差不多爛 都是滿開闊的地上 如果�acha偷這邊要圍的話 這邊要性圍起來 這邊也要圍 碰腳 這邊的話可能就不圍了 這邊就圍不了 比較連到果樹這裡 這個圍一下 這個圍一下就差不多了 或是這個圍到底 圍的真的圍ж dig 可是圍的範圍有點太大 我們不要看圍的時機是如何 這邊選擇把房子往外蓋 圍的大面積可能會更大一點喔 就不是小圍小鬧那種的 來看看Poshimia Poshimia的位置 這個果樹很尷尬 很前面 這個果樹前面被騷擾到的話 它的損失蠻多落的 等一下 兩邊其實果樹都是在前面 但不列顛稍稍好一點 兩邊都吃了豬 這邊是三木 不列顛三木開的話 很有可能是要打20匹肉 這邊因為木頭非常少 所以應該是會打一個比較快攻的戰術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三木 三木應該是肉麻 因為正常如果小弓棒棒開的話 三木會很吃緊 這邊補到第四個木頭 這個木頭調配蠻特別的 這邊補到了七木 八木 那這邊是要打棒棒的嗎 Poshimia這邊是選擇棒棒 那...不列顛這邊應該是選擇了 小弓吧 但是還沒有花黃金 我不太懂 對啊 打到小弓的話 黃金還沒有挖 那他這邊小弓就不太難出了 哇這邊選擇肉麻 沒有錯 果然是選擇肉麻 好那這邊 模仿的人被打出來了 但是這邊專民打不進去 但是很危險喔 果樹剩下七肉 很快就要挖完了 這個再不趕快 從這個洞出來 就沒機會跑了 完蛋 這裡這邊是裝甲 哇一刀下去 直接殘血 哇20滴 15 再兩刀就死了 但是我會死 那這隻往上跑 這個沒救 再三刀就 死去 好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話 能確定就是-1了 OK 那村民宿好像差距不大 一樣都是3 這邊波西米亞好像有稍微斷村的樣子 波西米亞前面這個裝甲 起到蠻大的作用 果樹被騷擾到了 不列天這裡可能會稍稍難受一點 但我蠻意外的 因為不列天其實是可以打棒棒的 他卻沒有打 選擇反正打了一個弱馬 那為什麼不列天可以打棒棒的弱馬 也就是因為前面 他吃養的速度很快 所以前期的肉是足夠多 可以去做一些 食物上的 單位交換 其實還算 挺OK的 看一下左邊這裡 這邊應該也是 騷擾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 附兵應該就是 到處走 或者是 兩塊也繼續敲 浪費這個村民的 採集時間 讓他來修理 對 反正走來走去 不列天 轉出小宮之後 這一坨 可能就要送掉了 好小宮 沒有出 月沒有花 黃金所以只能出戰馬 好這邊 小宮 射射 是肉馬 蛤 這個會抓到嗎 好像有機會 但是很危險 這個 弱馬 有一隻殘血 被捅到一頭死 這邊繼續 浪費 雙鳴的 採集時間 做修理 裝甲 拆這個木牆很快 這邊 哇 黃金被抓到 這個 來得及幹嗎 來得及 三家收村 然後再來 黃金 黃金 不用花了 這個直接同死 十次齁 來得及嗎 好像 可以喔 這應該是沒縫 這兩個賭注就 沒事了 還行 這邊肉馬 四隻要直接硬上了嗎 好像有點危險 這個操作 操作 哇這個殘血肉馬 會不會被打到 嗚 這個很極限 肉馬居然沒死 死了 呵呵 呵呵 看來我把他插起來 直接被捅爛 好那這邊 發財村民有點多 你看這個 經過這一波騷擾 總共發財村民有六個 我一定這邊 經濟稍稍亂了一下 反倒是 波西米亞這邊 一個村民都沒有在發財 被騷擾的那一邊 總是會特別難受 好 是戰貓 應該可以輕鬆解掉這裡 哇這邊取消攻擊 哇 這個村民 欸這個 夢 牆還不錯 但這兩個村民還是沒在工作啊 夢牆擋得好 好讓 對面的小公子被迫 往回走 然後一直一直被解掉 好 OK 沒問題 土之白嫖 四隻小公 那波西米亞這邊應該就直接 直接要上城堡 然後開始挖石頭 出戰車了嗎 欸 石環沒有挖 喔 剛講完就開始挖了 不列顛 那不列顛的話 應該就是 照正常的不列顛打法 上城就是開TC 因為不列顛的TC很便宜 木頭銷量極少 喔 減50% 大概只要150木左右 就會蓋個TC 相當的便宜 這邊直接有為死 為死的話就是 我要上城就是要蓋城堡 出寶兵跟尬一波 這個意圖很明顯 你們在遇到這種對局的時候 看到這種為死 就是要幹不大事的 然後又是那種寶兵很強的文明話 絕對是出寶兵 那如果這邊被 不列顛看到的話 可能會選擇開農 先圍死的話 對不列顛來說也是相對 安心一點的 看一下這邊 房子 圍了四個 那應該沒問題 但這裡好像有洞嗎 有 這個木牆 對 他在補一個 沒錯 OK 那這樣的話 防守還算可以喔 但是 不列顛這邊還沒有看到 他這邊為死狀況 可能會有點 誤判情勢喔 直接要趕快看到這邊 先看到他如果為死的話 就知道對手要幹嘛 但現在不列顛這邊還不知道 殘暴時代也 落後人家一大節時間 因為不知道對手在幹嘛 所以這邊不列顛小心翼翼的 下了第二個射箭場 他的對手抱一波歧視 避免守不住 結果他這邊過來 看到他圍死 那不列顛這時候 心裡一想 啊 他肯定是要打寶兵了 然後這時候再找他的石頭採集地 看他的石頭在哪裡 但因為這邊是也沒有看到石頭的位置 這邊破西米亞的防守是五塊 直接圍了五個房子 應該是來得及 媽 哇 這裡還是沒有看到石頭的位置 哇 這裡還是沒有看到石頭的位置 哇 這裡迷進去了 四隻石頭 哇 看到石頭了 開始燒了石頭 但是有TC在 那個石頭可能燒了不到 不列顛現在壓力很大 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挖 他心裡應該有底了 知道這邊不妙 這邊石頭能換個幾隻 村民就不錯了 但好像只能換到一隻嗎 四肉馬換一隻村民 好像虧爛了 好 不列顛也上了城堡石帶 那這邊不列顛看到他挖石頭 又圍石又開TC 這邊可能要想打一個強攻 因為這邊雙射箭場也下 我是三射箭場 然後奴賓 二級射都下了 大學 沒有先下 吃先下 攻BK 跟TC 二級房也下了 我這邊看到城堡 這蓋 我蓋很快 但是好像有點難蓋起來 這感覺這硬蓋好像也行 但是 但是好像沒問題 我覺得應該好像可以 他剩一點點而已 大概98%左右吧 95%左右吧 好89%喔 還差10幾% 但是有三隻奴兵 這邊打的相對保守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應該把他蓋完 看一下這邊 BK蓋好了 這邊總共 哇更多的奴兵 有九隻奴兵喔 九隻奴兵的話 就可以集火秒掉一隻村民 看他這邊蓋城堡 還蓋不起來 有點痛苦 然後靠一些奴兵來防守 才會守得住了 不然就投石車 但是這邊選擇奴兵 奴兵 奴兵這邊12個攻擊 打這個很痛喔 來看一下 嗚 來看一下喔 這個村民收村 然後被集火 奴兵再修回來 嗚 這個又會掉一大格 哇 村民被射死一隻 但是奴兵 殺了也蠻多的軍事單位 好像可以 但村民這邊進進出出 好討厭阿 第二台奴兵要出來嗎 喔沒有 才剛按而已喔 他奴兵只按了一台而已 第二台真的按 這個城堡 沒辦法蓋起來 所以Pushimi很難受 哇這個聰明 居然沒死 全部殘血 城堡應該嗎 95% 但是奴兵來第二台 頭死車剛過來 有點危險 不列典 這邊看秦氏 補兵有城堡在蓋起來 趕快跑啊 但是城堡蓋好了 這邊死了 兩個 三個 三隻奴兵 一隻戰馬 哇 然後全部殘血 這邊不列典很危險 再繼續出弓兵的話 會很難打 對面的胡思派戰車遠防有死 對面的胡思派戰車遠防有死 那奴兵怎麼打都是一滴 胡思派戰車比較怕 頭死車跟近戰難尾 騎兵之類的 那你看一下 這邊 鬼雷兵會怎麼對應 胡思派戰車的攻勢呢 這邊奴兵直接衝了出來 沒有要防守的意思 這麼兇喔 這邊部隊全部往上 但 這時候才看到 好像戰車也來不及 這邊偷死車準備好了 會不會偷到呢 哇 這邊已經先繞跑 只留一直在收了 多多採集的時間 我這邊應該有第二個城堡 剛才這裡是有 胡思派戰車一直線 沒有錯了 看胡思派戰車 感覺是在造頭死車吧 對 正常有對過波西尼拉 都知道 頭死車對這個戰車 傷害極好 但是相對的胡思派戰車 也是蠻好頂掉頭死車的 看頭死車的攻速 比 戰車快了一點 以交換來說的話 還不算太快 但是這個頭死車 是不是死太快了 哇 全部殘暇 這個戰車很可惜 只打掉了一台啊 第二台掉了 第三台會死嗎 應該是不會 城堡在這裡 反而被送掉一隻羅賓 趕快修理 胡思派戰車 好處就是在這裡 工程系單位 可以用村民來修理 回血速度就很快 雖然會耗費一點資源 但是我覺得 胡烈甸這邊 稍稍有點 烈士的感覺 因為他的兵都不太好打 胡思派戰車 雖然民修兩邊都是66村 他的組成的話 一樣都是工兵為主 那這邊 胡思派戰車加奴炮 完全Counter不列丁的兵 然後這邊 點了一台衝車 不知道是想要出一番什麼大事的感覺 應該是想要吸引 戰車的火炮吧 火力用衝車來吸引也是不錯的 那頭子車全部往後拉 打 這個 這個頭子要砸下去 村民也會 也會出事喔 這邊頭子車走得非常好 直接砸掉奴炮 然後這邊球聚在一起 哇 這個砸得很快 一台頭子車換了4台奴 4台不算戰車跟奴炮 好賺啊 再投一下 再投 哇這個戰車 哇全換光 這個奴炮精銳 一次兩隻 串燒 串爛 這Poshimia也算是先點下化學 Poshimia這個文明也是蠻特別的 他是城堡時代會點化學 正常文明也是要到地龍時代才可以點 他這邊蠻早就點下化學 蠻有意思的 但是他的那個胡斯開戰車是沒有吃到化學那個嘉義工的能力 哇這個衝車沒想到不是要來吸泡火啦 是要直接來捅這個戰車用的 哇蠻痛的欸一下是指二滴 給鍋 直接對戰車趕快追殺 但是衝車實在跑太慢 這個要追到有點困難 好那這邊 胡斯開戰車只要一兩台就可以抵擋不列電的攻勢 這個小宮應該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應該只能退回家裡 中間這裡可能是守不住了 這個戰車其實 真的很硬 近戰攻擊 他算是近戰攻擊 17點 好這個投死了 出來滴滴打高滴水解不掉 尷尬直接擺給 要是他投出去 然後置低頭車的話就分掉了 那他這邊就是不太人心 跟他互犯的關係 有點可惜 不然自低頭車的話 這台就不會剩下這一點點血 還減不掉 好那這邊 Posimia 帝王快好了 不列電採桿 按下帝王斯大 這邊大概差了65% 好 好 在這邊破西面 遠頭一出來 可以對 不列電造成大量的壓Z 但是 不列電這邊打得很保守啊 這個保也蓋在一個很奇怪的位置 而且不是蓋這裡 這邊正面來說的話 蓋這裡或是蓋這裡都蠻舒適的 不過這裡 因為這裡有黃金可以守 可是他覺得他時間會比他玩上帝王時代 所以才選擇蓋這麼後面嗎 可是他蓋這麼後面通常都是想要出長工兵 但這個局勢出長工兵好像也沒有比較強 這個戰車數量這麼多 可能但是只是想要保守 保守一點啦 守護這邊的牧區 就農田而已 看牧區確實也快沒了 哇這邊牧區也很稀疏啊 這個不列電可能會因為 沒有牧 喊出GG喔 這裡戰車數量很多啊 哇賽 12台加1台 13台 13台戰車 慢慢推過去 這邊還是繼續按下了工兵 不列電好像也不太理智了 不知道該出什麼的關係嗎 怎麼還在點 奴兵呢 2級防野下了 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很尷尬啊 這個位置剛好 可以讓對方很舒服的用遠投投爛耶 因為這篇是一片樹嘛 是 那你就只能從這兩邊 派奇進去進攻 這邊的話 火炮遠投就直接投到城堡了 然後又 就不怕你的馬 從這邊直接衝過來 哇 那這邊 我覺得不列電 有點難搞了 這邊下了三級射 強弩還沒有點 那這個強弩點下去應該也只是做騷擾 應該不太可能 會從 正面進攻 打這個 胡斯派戰車 這個奴兵不太可能 正面打 應該是要全靠 投石車了 這邊研發中型 中投之後 應該就會比較好打戰車一點 但是 這邊只靠投石車 就想要解掉 這些戰車 我覺得有點 不切實際啊 是不是要轉出一點騎士 或者是肉馬 會好一點呢 在不列兵的兵怎麼有點少的感覺 超米樹 雖然是不列兵比較多 但是 兵的 數量 偏少 這邊中型投石車 哇 這個火炮 很準嗎 沒中 停了 哇 這個火炮 想要點工兵 但點不到 這個奴兵在點火炮 火炮換了三台 投石車 然後奴兵還在 奴兵還在點火炮 點得其實蠻多隻的 該不會全點掉了吧 好像沒問題 哇 點掉了五台火炮 但是這邊 補列兵的頭石車 也被換光了 但是對方 或是滅好兩台遠頭 這個 再這樣打下去 可能 要喊GG了嗎 哇 結果補列兵還轉出戰矛 這個戰矛是要打戰車嗎 這戰車會有用嗎 這個戰車算馬功嗎 他不算是工程器 出戰矛會比較痛 這個我不太知道 完蛋了 完蛋了 這個城堡太好打了 這個位置 爛破西秒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這邊開出了新的TC來挖黃金 但是 投石車 還在繼續出點下的化學 挖木頭的人真的很多 這邊感覺是 想要單靠 工兵跟投石車 想要化學破西秒的攻勢 好像有點困難 但是出肉碼的話 這邊要轉出大肉碼 田灑的還不夠多 雖然木頭有點爆量 這邊好多人在修城堡 波西米亞 在上面又下了一個城堡 阿 不列典團團圍住 哇 波西米亞真的是不列典的田底阿 這個火炮好痛 喔 那這邊波西米亞點下了 流彈炮了 這是唯一可以把火炮升級的文明 波西米亞 他升級之後傷都變成50喔 很痛喔 多時傷害 血量好像是變95滴的樣子 射程好像不變的樣子 一樣12 先上走 來看一下升級之後會變什麼樣 那這邊 好像城堡守不住了 倒了 投石車不夠 沒黃金 這邊終於想到要轉馬了 但是可能來不及了 這個戰錨打起來好像有點東西耶 但是這個破擊炮 火炮打起來還是很 後這一坨風兵被火炮一直炸 殘血了 這個投石車一個閘 看一下升級之後變流彈炮 能力會是 對射程一樣12 喔血量是90滴 攻擊力15 哇塞這個閘 很疼 但如果這邊 不列典再不趕快挖黃金的話 可能要彈 彈藥良絕了 好可怕 家裡被限制的很嚴重喔 種田是可以種 但是這裡沒有打算要轉出大量田 當初馬的話 可能會還是有點弱喔 可能來不及爆出馬 就要被榴彈炮給推平了 哇這個榴彈炮好猛啊 霸血下去之後加了銀色層 12加1 變13色層 這不是化學加的喔 這個是工程器製造手加的 這邊戰車也加1了 變成7色層 這邊壓城堡應該就要喊G了 露馬感覺來不及出來 防禦沒點 攻擊也沒點 這邊被壓寶 炎妙工程器可以反擊這座城堡 這邊出兵點被壓 可能就沒救囉 這邊好像沒有意識到這邊被壓寶了 還在看上面 這邊露馬還在盾 上面守完 看到下面這樣子 可能會喊出GG喔 這個會沒救喔 這個戰錨在騷擾也沒騷擾不知道什麼東西 涼了 真的是涼了 喔 城堡蓋好了 哇 那這個出兵點 你要怎麼打 你的 露馬馬就要再重蓋一次 田野不夠多 資源剩400 在毛直接進去裡面白嫖村民 露馬沒有回救嗎 現在看到了 這邊點下了山極馬鎧 看起來是很困難喔 這個資源太不夠了 這邊斷黃金了 上面這邊黃金也被騷擾 這個衝車中了蠻多 018戰車的 還蠻賺的 但感覺不太行啦 家裡太多炸毛在騷擾了 正面TC又要掉了 這個黃金 能按摩挖嗎 流的蛋炮也在射 怎麼看都覺得沒救啦 這把 分數差距來到4000分了 村民數確實不列典也比較多 開始減少了 打佛西米亞 不列典真的太難受了 這邊不列典打出了OP文明 對啦 對於不列典來說 確實是OP文明 好啦 我們這場比賽就到這啦 喜歡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